指頭 指甲 那個一點點的數量 灑在王者身上 再來 把它蓋起來後 令王者得到利益 那如果要更好的方式 在這個 蚊 古蚊的上面 用一個可以連住的東西 垂直 再加一點金剛明沙 那這樣子 令王者更得到利益 因為是 我們大水球組的金牌 還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令王者得到 著力的加持 更得到利益 那土葬呢 土葬 在往生的時尊 我們在它的 眉尖 喉輪 心輪 也給它加持 金剛明沙 它蓋關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 在它 灌木上面 也可以連住的東西 放個金剛明沙 那土葬完畢的時候 然後 我們在 它的 浮木 在那頭 大列 知道它的頭在哪邊 我們在上面 再灑一些金剛明沙 不是灑在墓碑上面喔 好 這一點 聽聞的 我們這些菩薩 我們的主意 不是灑在墓碑 是灑在 浮木上面 在那邊 它的頭 垂直 大概在哪裏 我們用金剛明沙 押下去 這個 可以令王者 得到利益的地方 這一點 我們要 在這個地方 也要跟各位提起 這個是非常的殊勝 那關於 這個王生貝 即使它是一個很吉祥的 華寶 那一般的人 也可以 來使用 這不是說 翁姓的人用的 因為我們一般人 都是有一種關聯 往生貝 還是要往生者寶 其實不是 它是一個很吉祥的華寶 如果身體如果不好的人 也可以有這個因緣 可以 咬到幸福 在皮面上咬一下 我就曾經 有聽聞說 有菩薩 有菩薩 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就好穿著有東西 來在幫他 換身 讓他晚上都睡得真不好睡 之後 有一個法師跟他講 你就請一個 往生貝 去請王生貝 跟他教你 這樣 因為他們是夫妻關係嗎 他們先生是都 常常出差 所以要法師跟他講 你會用真心的麵皮 往生貝把它放在那裡 蓋在裡面 這樣來睡 如果說 你如果先生回來的時候 我們那裡就不要用 那是要親近的這樣子 結果他跟他教你 非常 晚上非常的舒眠 一覺到天亮 就沒有說 感覺到有東西給他壓 鬼魂來干擾這些事項 所以往生貝 他是一個很殊勝的 能令一切王者得到利益 讓我們這個 一些菩薩 可以得到佛法的加持 這樣現在在過度回來說 往生 我們往生吃 親人往生吃 親人往生吃 做主路的 千千萬萬 不要覺得 我們的親人的面前 在那裡 在說到這個 真正的事情 不要讓我們的親人 你們 我剛才拿去而已 你們就為了這些財產 這樣在那裡 混淨 我老家要讓你們 實在是 害到你們兄弟 這樣不好 千千萬萬 萬有好事大人 不要說為了真正的事情 來這裡 你們 我們的事大人 來起煩惱 這些 是神要注意的事情 我們做主路 有好事大人 千千萬萬 在我們的事大人 往生的時候 不要為了 還會增加他的煩惱 一增加他的煩惱的時候 他一起煩惱 起誠誠心 在於未來 在於未來 當然會 去到不善的地方 這是我們做子女 不樂見的 很重要 好 在這裡 要給各位鼓勸 這是 在往生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的 注意的地方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也都希望說 做煩惱者 不管是我們的事大人 還是我們的 社主 紅帥 甚至說 萬輩 我們都是要希望說 他們 雖然說 我們這世的緣分已經很了 世緣已經很了 但是 在這裡 人世間 也有這一份的情感 我們也希望他 得到好的地方 那得到好的地方 我們是要用佛法的方式 來令王者 得到食指的利益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何謂食指的利益呢 就是 不令他墮入善惡道 令他得生善處 就是非常的 要謹慎的地方 這一集 這一集 人家跟各位說到這裡 阿民多佛 海淘法師 慈悲至業 至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會 及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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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 為了回饋社會 關懷弱勢族群 海淘法師慈悲至業 至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會以來 及積極地協助 清寒學生 契養學童 中措生 就學 生活及品德教育 並且不間斷地從事監獄教化 祭品發放 急難救助 老弱病苦 單親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關懷 以及協助未婚媽媽 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圓滿老安少懷 並發揮佛陀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的精神 讓社會上的弱勢者 也都能感受到 人間處處充滿慈愛與溫心 淮海教育基金會 呼籲大家共同 來關心社會上的弱勢族群 累積福慧之良 並祝福所有的家庭 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護佑下 身心健康、平安吉祥 護持淮海基金會 發揚佛陀大慈愛 援助弱勢眾族群 同離憂患長安樂 護持帳號 5005-9824 5005-9824 護名淮海教育基金會 獄金會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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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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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要去转化一切 首先你要有清净性 然后呢 主佛菩萨给你加持 佛法给你引渡 各位 这世上不是只有你一个 你想要利益重心 要怎么做 因缘不可思议 很多创造很好的因缘 主佛菩萨会引导你 让你看到该看到的 也让你看到痛苦的 要怎么去弥补 有些人问东西不知 有些人马上就看到 哦 一床座里面有两个青梨 有些人不知道那里是什么 整篇念我都不知道那里是什么 有些人一眼就看到那里是什么 有些人虽然看到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了解艺术 有些人虽然了解艺术 但是他没有赢 那这个就是你 心灵的层次到什么地方 你就看到什么地方 对我们凡夫来看哦 有些人有些人 对佛来看哦 这个人是佛 有些什么障碍 不用把他抖 所以呢 你要去看看 生理人看是必须贪 让佛的人看哦 是必须给这个人做佛 你要去输他 那为了要给他做佛 是一种幸福的方式 是一种幸福的方式 留病的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仍然